一位离职的公论报女记者出面指控 报社的社长呢 在她上班两个月的期间 好几次对她言语性骚扰 公开讲说 从走路的姿势就可以看出 你是不是黄花大闺女等等 性别碍事的语言 那么这个台北市性别工作平等会日前呢 那么就认为她呢 却没有采取补救的措施 明明是身为负责人 却违反了性别工作平等法 对她开罚十万块 那么她也成为了台北市第一次 对媒体开罚的个案 拿出上劳工局的申诉函 胡小姐出面指控老板职场信骚 言语常常充满性暗事 不知道为什么聊着聊 她突然话锋就一转 然后就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性行为了一点 然后当时我整个就吓傻 胡小姐去年9月5号到公论报当记者 上班才三天就被赖姓社长言语信骚 上班时不时说出难听的话 让她觉得非常不舒服 两个月下来受不了 只好离职 今年1月向劳工局申诉 只有这个聊天聊到一半 她就突然说到 她从我们女同女人公走路的那个姿势 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处理 那当下我就觉得非常的傻 想说为什么要跟我讲这种事情 社长坚持她的言行没有不当 不过劳工局介入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开罚十万元 认为她没有进到工作场所性骚扰的防治义务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中日新闻李文斌 吴宜萱台北采访报道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